教育部计划梅河外师透过视讯教学的方式 让孩子说出自己家乡文化 这个星期三开始 有一位来自西雅图的外师到万里区大棚国小住校 与学生进行为期三天的互动教学 为了要让偏乡的孩子有更多与国际接轨的机会 教育部计划梅河外师透过视讯教学的方式 让孩子说出自己的家乡文化 也认识外国文化 等周山开始一位来自西雅图的外师 Luke到万里区的大棚国小住校 与学生进行为期三天的互动教学 为此大棚国小也给予相当热情的欢迎仪式 The activities we had this morning with the students of the school was very energetic We danced and had Christmas activities It was very exciting and very welcoming And I very much appreciated all of the hard work that they did to put on this Christmas presentation 他觉得今天一早的一系列活动从欢迎五开始他觉得非常的有活力 那接下来的一系列的圣诞节活动他觉得他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一系列的活动让他觉得说学生不仅热于参与也非常的就是乐于学习 其实早在Luke来到大棚国小之前就透过网路与大棚的孩子进行视讯教学 内容从防灾海洋生态创客到浸滩都有 这三天来到学校体验大棚国小的特色教学提他舞 更是在新落成的图书馆中为孩子们说故事 让偏向的孩子与国际接轨 I feel very fortunate to be invited to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cloud project and to visit the schools here in Taiwan I'm very grateful for this opportunity and thank you 他是觉得说他自己觉得他自己非常的幸运 能够有这次机会参与偏远国中校英语教师海外进修计划 然后让他可以成为我们学校的云端伙伴 然后来造访台湾他觉得他非常的感动及感激 好 那我们学校的英文老师Elisa老师 他申请了这个计划 所以他从4月份开始就跟Luke老师进行一个远距的教学 那对象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那教育部也安排了这些参与这个计划的老师 在今年的7月份暑假的时间到华盛顿州 跟这些远距教学老师去做一个教学的研讨 到美国去五个礼拜 那回国之后还持续地进行这个远距教学计划 那这个计划里面最后的一个高潮的重点就是 在这个礼拜Luke老师就亲自从美国飞到台湾来 到大鹏国小来 让我们学生度过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旦节的假期 参与这项计划其实是因为大鹏国小的英文老师Elisa也来自偏乡 希望能够为偏乡的孩子找到更多的教学资源 甚至是与国际交流开头视野 而校长也期许透过教育部的外食计划 给予孩子更多元的刺激 认识家乡并接轨国际 让视野变得更宽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